一部功夫熊猫让一个名叫阿宝的胖子火遍了全球 也让中国武术的各种精髓有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其中阿宝的小伙伴盖世武侠 则是直接用动物的形象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流派 虎鹤双形 猴拳 蛇 蛇拳 螳螂拳 各个都是中国功夫中响当当的拳法 不过虽然电影中老虎是盖世武侠的领头人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五种动物最有武学大师风范的却并非临终之王 身体细长 双目冷峻 背上长有翅膀 颈部可自由转动 这就是真正的武学大师 盖世武侠中体型最小的一个 螳螂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身前那对带有锯齿的大刀 这是螳螂的前肢 也是他赖以生存的武器 每当遇到威胁 螳螂就会挺直驱干 张开一对大刀 俨然一代宗师的风范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更是大师中的大师 他就是有着螳螂之王美誉的魔花螳螂 相比我们常见的螳螂 魔花螳螂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们的体态极为夸张艳丽 普通螳螂依靠模拟植物的枝叶躲避天敌 而魔花螳螂却可以模拟花朵 它们披着五颜六色的外衣 红色 白色 紫色 绿色 黑色等等 斑蓝的色彩不仅可以迷惑敌人 也可以威胁敌人 让狩猎者不敢靠近 其次魔花螳螂的体型极大 在螳螂家族中 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巨无霸 其中雄性的体长一般为8到11厘米 雌性更是可以长到10至13厘米 它们也是可以模拟花朵的螳螂中 体型最大的一个 正是由于突出的颜值 导致魔花螳螂备受摄影师的热跑 在镜头之下 它的威武 它的艳力 让摄影师不停地按下快门 然而要想拜访这个武学大师 并非一世 魔花螳螂数量稀少 它们只分布在非洲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 肯尼亚 马拉维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地 均出现过它们的身影 虽然体貌特别 数量稀少 但魔花螳螂的习性 与它家族的其他成员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它们喜欢捕食小昆虫 特别是人类 不喜欢的蚊蝇 蛾子 都是它们眼中的美味 另外熟悉螳螂的人都知道 这个屋中有一个可怕的习性 那就是交配之时 雌螳螂会杀死老公 并将它通进肚子里 魔花螳螂也不例外 谋杀亲夫者按律当斩 然而在螳螂的世界里 谋杀亲夫却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你看过黑猫警长 一定会记得螳螂夫妇结婚当晚 老婆就把丈夫吃掉了 而且最后还叫一小孩子 这是老公自愿的 她是为了让老婆有更多的营养 来养育下一代 当时看完只记得自己好感动 人间自有真情在 私等舍生取义之事 当真可歌可忌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1984年 两位科学家 李斯克和戴维斯 进行了一次试验 他们事先把螳螂喂饱吃足 把灯光调暗 而且让螳螂自得其乐 人不在一旁观看 而改用摄像机记录 结果出人意料 在30场交配中 没有一场出现吃肤 相反的 他们首次记录了 螳螂复杂的囚偶仪式 雌雄双方 翩翩起舞 整个过程 短的十分钟 长的达两个小时 李斯克和戴维斯认为 以前人们之所以 频频在实验室 观察到螳螂吃肤 原因之一 是因为在直接观察的条件下 失去隐私的螳螂 没有机会举行 求偶仪式 而这个仪式 能消除雌螂的恶意 是熊螳螂 能成功的交配 所必须的 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实验室 喂养的螳螂 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雌螂 饥不择食 把丈夫当美味 为了证明这个原因 李斯克和戴维斯 在1987年 又做了一系列实验 他们发现 那些处于高度饥饿状态 已被饿了 五到十一天的雌螂 一见到熊螳螂 就扑上去抓来吃 根本无心交购 饿了三到五天的雌螂 会进行交购 但在交购过程中 或在交购之后 会试图吃掉配偶 而那些没有饿着肚子的雌螂 则并不想吃配偶 可见雌螂吃肤的主要动机 是因为肚子饿 而熊螳螂也很显然 不是心甘情愿的被吃的 了解了这个知识 相信对提高公螳螂的存活率 会有极大的帮助 由于魔花螳螂颜值爆表 因此早已成为宠物市场的大明星 虽然数量稀少 但为了经济利益 还是有人想尽办法 把他们带出了非洲 如果你在宠物市场买了几只 可一定记住肠胃吃的 要不然你的笼子里 最后就只剩下寡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